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 因应2018台北河岸音乐祭于今晚起连三天, 在严平河滨公园及大岛城码头周边举行, 台北市交通局将针对特定时段进行交通管制, 由于宁, 18日晚间于大岛城将有水母烟火秀施放, 届时包括梁州街以南, 严平北路及塔城街以西, 长安西路及中校西路以北, 环河北路、韩、以东等区域都属管制范围, 且今年烟火街坡专车将会停开, 并改由民生干线公车输运, 下车地点也比过去的街坡专车地点还远, 每年吸引上万人的台北河岸音乐祭, 将于本周末将在严平河滨公园登场, 其中水母烟火秀预定于周六, 18日晚间8时15分至8时26分施放, 北市交通局规划, 于18日晚间60至11时期间实施交通管制, 管制范围包括梁州街以南, 严平北路及塔城街以西, 长安西路及中校西路以北, 环河北路, 寒, 以东等区域, 管制区内的微校单车U-bike站, 包含大道成公园, 永越市场, 联合医院中京院区及捷运北门站等四站, 也将从下午5时至晚间11时暂停营运。 在停车方面, 自18日清晨6时到19日晚上11时, 3、5号水门间滴外停车长也将净空, 18日中午12时到晚上11时则管制民生西路, 长安西路, 重庆北路临近活动管制区路段则取消停车阁, 假日黄线停车, 不过自大道成国庆烟火, 情人节烟火开办至今12年的捷运双连站, 大道成码头136路烟火接驳专车今年则是首度停开, 并将由民生干线加密班次的方式取代, 自18日晚上60到80, 假日班距将从10到15分钟加密为5到10分钟, 并会弹性缩短为4到6分钟。 想前往观赏烟火秀的民众 可在临近管制区的重庆北路站位下车, 该处较以前专车的下车地点远150公尺, 步行距离约5分钟。 在烟火秀结束后, 晚间8040到9050分也会启动民生西路乘得路口管制, 禁止车辆往西, 民众可选择步行, 自淡水5号水门经民生西路到接运双连站, 或从淡水3号水门经郑州路到捷运队门战转成大政运输回家。